随机搭配一位陌生的异性 一起野外生存三周 不带食物 不带求生装备还不能带衣服 只要能够顺利完成挑战 导演会每人奖励500马内 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本次的挑战地点 在我国贵州的丛林 这里必是复杂环境险恶 丛林里还生存了几百头响伟恶 稍有不慎就会遭遇不测 随着马达生的缓缓到来 阳光帅气的男挑战者闪亮出了场 搞书从小热爱各种户外运动 参加这个比赛 她就是直奔500马内来的 倘若成功了 就能给孩子买点好奶粉 女选手是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 嘎美脾气暴躁性格开朗 曾在伊拉克服役过几年 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 她毫不犹豫报名了这个挑战 两人刚见面搞书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没想到队友是位貌美如花的妹子 嘎美一个不留神 看到了那个搞家伙 小脸蛋瞬间变得红彤彤的 想要在这里长期生存下去 两人需要沿着内陆找到水源 别看他俩的年纪相差有几十岁 但聊起天来一点代沟都没有 想到刚刚发生的那一幕 嘎美的内心别提有多兴奋了 茂密的丛林里长满了树条子 两人每走一步都很费力 经过一路的艰辛把涉 耳边传来了哗啦啦的水流声 多的不说少的不唠 先选快递盖个庇护所 两人分工明确配合的行如流水 嘎美担当起了盖窝碰的重任 搞书负责收集材料生活 夜幕降临火也升好了 房子也盖好了 两人本以为可以安心地释放 被动技能休息的 不料气温陡然降到了零下几十度 即便有火堆的保护也很冷 老书非常渴望能一起取个暖 但临行前婆娘有交代 她可不敢犯规 一旁的嘎美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就是彼此分享个热量也没啥 但搞书死活就是不同意 遇到这么死板的队友嘎美还真没招 起床后 她连忙加固了一下窝碰 想到夜间挨动她就很生气 生气归生气 但生存还是要继续的 搞书似乎嗅到了什么 连忙煮了几罐茶赔礼道歉 一杯夜生的山泉水下毒 两人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 连续释放了好几天的被动技能 搞书的体力严重透支 此时她只想躺在窝棚里睡大觉 嘎美可不想坐以待毙 她知道长期光出不进 是很难完成挑战的 两人经过一番无效的沟通 嘎美决定独自一人出趟远门 搞书也渴望能吃上秘密 但自己上了岁数体力跟不上 跋涉了几十里地 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 一激动嘎美发出了给给给 人一旦饿坏了干啥都不怕 即便水里有条大型的响尾蛾 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下去 我滴个乖乖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沙滩上原来有一群公格力 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 嘎美连忙将其装进了裤兜 短短的几分钟晚餐就有了锅落 搞书看到有吃的一点都不兴奋 临行前他交代嘎美带点火龙回来 结果没有如他所愿导致他很不爽 嘎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 这么多天砍柴烧火 全是他一个人承担 而搞书只知道躺窝棚里睡大觉 适可忍孰不可忍 他得好好的理论一下 搞书属于典型的死猪不怕开睡趟 管你怎么说就是不害臊 嘎美试图用激将法让他离开 他完全低估了搞书的实力 得不到500马内 他是绝不可能回去的 遇到这么无赖的队友 嘎美也没啥好招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两人冷战了一天一宿 到了下午 搞书主动找到了嘎美 请求他原谅自己的过错 放下过去展望未来 嘎美也是个通勤达理之人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说实在的多个队友只有一病无憾 不如看看他的表现如何 到了晚上 搞书偷偷摸摸地放了个大招 嘎美的心情瞬间就变舒畅了 刚睁眼两人哼着小曲 踏上了觅食之旅 在沙滩上转悠了大半天 两人只发现了几颗空被壳 找不到吃的 只能继续回去释放被动技能 好家伙 我直接 好家伙才融洽相处了几小时 搞书的老毛病又犯了 就因为嘎美浪费了一点水 他嘎嘎歪歪唠叨了大半天 换成任何人都忍受不了 包括嘎美 两人这回是彻底闹掰了 转眼间已经到了第14天 刚睁眼搞书就主动干起了体力活 前些天他一直在偷懒 现在是时候好好地表现一下了 嘎美这回是真的生了气 夜间即便冻得直大战 他都不愿意释放热量取暖 长时间没有摄入到蛋白质 两人的体质很虚弱 现在他们急需要摄入卡路里 可能是马上就能拿马内回家 搞书这回完全变了个人式的 主动申请出站找食物 嘎美应了他的要求 在营地里照顾火堆 在沙滩上忙活了大半天 终于收获了一枚蛤蜊 简单地烤了几分钟 他连忙塞进了嘴里 一旁的嘎美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本以为他会分享的 没想到还是这么自私 想想明天就要撤离 还是忍一忍算了 遇到搞书他只能认栽 此时此刻他只希望时间能过快一点 艰难的日子总算熬到了头 起床后嘎美刚准备烧点水带到路上喝 没想到搞书把水壶给掀翻了 这种情况换成谁都要发飙 要不是害怕节目组扣工资 估计嘎美至少给他是个大嘴巴子 痛骂了一顿搞书 像个小别三坐在原地纹丝不动 嘎美刚转身离开 他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四处嚎叫生怕自己迷了路 众所周知 女孩子生气一会就好了 嘎美在前方停下了脚步 万一搞书有个三长两短可不好整 两人的接应点在六公里外 天黑之前必须要赶到 不然直升机就会原地返回 走着走着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 即便水里有一群响伟鳄 但此时他们可不想绕道 刚上岸搞书联盟生了一堆火 发出了求救信号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开飞机的驾驶员眼力真不赖 不一会就接两人回了家 成功完成了挑战 搞书忍不住发出了给给给 而嘎美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至于啥原因地球人都知道 如果让你和嘎美一起组队 手机屏幕前的你能生存几天呢 好 最后一见 感谢观看